那有粉丝问棍门怎么量 我就用这一套橱柜教大家怎么去量那个棍门 这个地方先看这里 这是上棍 先从上棍开始量 这一个棍 它是一个单独的下来 所以这一个是优先去量它 先把这一个橱子给它搞定 量一下高度 现在是1米070 然后这个棍门呢 需要下摊一公分 需要加一公分出来 高度 是1米080 然后再量宽 这个柜子多宽 然后这个棍门就多宽 现在我们就量一下它实际大小 473 这块门板不需要剪门缝 这个柜子多大 这个门板就多大 要把这个柜子给它盖完 也就是说 这一个门缝的尺寸 是包括在这一个棍门上的 那这边呢 剩下这些柜子呢 都是水平的 现在只需要把这一个整体的 这个高度 给它确定下来就行了 因为它的高度都是一样的 这剩下的这些柜子 柜门 按照这个盘烟机的高度来 直接挂在上面量盘烟机 到这 现在是870 也就是说 我柜门安完了以后 要和排烟机的这个位置 持平 871 那这一个就简单了吧 统一的同样的高度 现在是这里有两个 这里有一个 这一面 有三扇 总共是六扇门 确定好了高度以后 然后再确定这个柜门的宽度 还是从这一个安着量 先量一下总长 从这一个柜 到这一个柜的这一面 这个面 量它的总长 1米261 这里呢 需要减掉这一面门的厚度 减掉18 1米261 减掉18 还需要减掉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需要减掉四个缝 一个缝是两毫米 再减掉8毫米 再减8 还剩1米235 然后1米235 平均分成三份 等于411.6 这个柜门呢 宽度 可以做到412 四十五入 这里我要跟大家提个计 比如说这个柜子 它是三个门 然后我柜门平均分的 也就是说 这三个柜门 我随便按在哪一个地方都可以 因为我做柜体的时候 我就提前 已经把这个柜门 给它算出来了 也就是说 我这个箱体是按照柜门去分的 如果说你的这个箱体没有按照柜门去分 你这样平均分 你到时候柜门它的尺寸就错了 你可能就按不上了 那这一面就完成了三绅 然后这一个单独量这个宽度就行 这一块门 因为它这里按照排行机 这一个地方是有缝 这个门就直接和这一个立面 直接到这就行 这一条缝需要用这一个门去剪出来 直接量 现在这个是385 385 剪掉这一个18 排行机左面 那个门量完了以后 不要量中间 接着量这一面 和刚才那边是一样的 直接量这一个柜子 这是一个对开门 中间需要剪掉一个缝 剪掉一个缝就够了 直接量它的总长 750 750剪掉两毫米 还剩748 那这个左右柜门都已经量完了 就剩这个排行机这个区域的上面 这里是一个对开门 两扇 直接顶着这个柜 还有这个柜 直接量它的内径 现在是900 这个900就要剪掉 123 就要剪掉三个缝6毫米 然后除几二就是这一个门的宽度 所以这个门呢 就是447 高度呢 按照这个排行机来 你看我这个从柜的上面到排行机 这里是758 这一个就给它做到755 这两个门高755 这些 就是上柜 那上面量完了 就剩底下了 底下这些就好量了 就没那么复杂了 直接就是 这是一个对开 中间这也是对开 这一面是两个对开 这个门 这就简单了 这个柜子在这里有一个侧板 先量这个侧板 现在是412 这个侧板要比这个柜体宽出来两公分 你要是宽的少的话 这个柜门按上 这柜门会比这个侧板还要高 412 那这个就是432 宽432 高度就是和这个门一样的 底下齐 然后直接量到顶 这是813 这是一个侧板 然后就是这个柜门 这个柜门啊 需要把这一个这个柜门的厚度 给它减掉 我们直接量总成 900 900 减掉这一个18 减掉中间这一个缝两毫米 然后这里有一个缝两毫米 总共减掉22 然后再出一二 就是这两个门 这个柜门的高度 从底下挂着 直接量到这个拉手槽的这个边 然后再加上一公分 现在是748 啊 做到758 高度就是758 然后呢 就是这一面了 这一面 你看这里 这里比较宽 这里有一个条 直接先把这个条 给它量出来 从这个柜子量到这个板子缝着 58 这一面也是58 这个条的这个这个条 和柜门是一样的颜色 一样的材质 然后这个条呢 和柜门是同样的板 高度和柜门是一样高的 两边的这个小板子条 量出来以后 就可以量中间的这个门了 我们刚才这个板子桥子量到这个缝 所以我们现在就从这个缝 量到另外这条缝 一米零三十 一米零三十 需要减掉三个缝 两边的 这有一条缝 中间有一条 啊 那边也有一条 三条缝 一米零三十 减掉三个缝 就是6毫米 减6等于1024 然后除以2等于512 这个门有点大啊 512 如果说你做三个的话 这个门又太小了 啊 这个量完了 就差这一面了 这个就简单了 就是平均分的一样 先量总长 一米820 减掉这个门的厚度 然后需要减 123 45 需要减5个缝 也就是减一公分 这是一米820 减去28 等于一米792 然后除以4 等于448 一个门 高度 现在是649 啊 做到659 这就是这个橱柜 呃 这些门板的尺分 好像有点啰嗦 啊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明白 我就能听明白 不是 我记得